干嘛摔人三十万 什么意思呀 因为那会儿他妈跟我说一些话 让我挺伤自尊的 他妈跟你说什么呀 那会儿我去他们家 他妈然后出去妈跟我这儿说 问我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呀 那会儿我还在做安保嘛 然后后来跟我这儿说 一月的工资多少 我说四千块钱左右 他说你这一个月的工资 还顶不上我们家闺女零婚呢 你怎么配得上她呀 太启人了 可是那是我妈 他也是长辈 你也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妈说话真是 那是哪年的事 前年吧 这前年是怎么挣出来的 跟我家里人出去去外地 做一些房地产生意 做房地产生意 现在是不是等于一锦还乡了算是 嗯差不多 就跑人家嘚瑟去了 这卡是当着你父母面给的 还是就给你的 当我父母面 就是我 你做的可够绝的了 那比摔杯子绝多 说说那天的情景吧 他给我开的门 我进了屋 然后我直接坐在沙滑上 我说阿姨我又来了 把它织出去之后 他说你来什么意思 我说阿姨 当初你看不起我没事 现在我把您拍这儿了 自己后悔去吧 你在这儿做的真不对 这不是不对 这谁给你支的招啊 自己 我要是这口气 什么气啊 当初你看不起我 现在我让你看得起 是真想跟他分手 还跟他们一起去气 跟他感觉还有 但是他母亲这口气 我真是言不下 你爱他吗 爱就这样 就因为这么说了 你就不再爱他了 您还也懂 人争一口气 佛争一炷香 咱这儿说 一个大老爷们 您可能让一个 那个人看不起吗 你这样做 羞辱到别人 还羞辱到自己呢 你就觉得说 人家觉得你有钱了 人家稀罕你了 是吧 姑娘 你跟他交往的时候 你花他很多钱吗 没有 那时候他也是安保 然后我也没花钱 也不是很多 特穷的时候是 我们俩没有 都没有钱 只有三块钱 买了个煎饼 还是一起吃了一个 我从来没有看着他钱 这一边的手 我都记得自己了 对啊 又不是他这么对你 你这么伤害他 但是你要想 就算将来我们俩结了婚 我是老见他妈妈 可是那是咱俩过日子 又不是跟我妈过 我每次都会见你妈 见到你妈之后 我这个器物 我如果来了气怎么办 十二十书 哎 个字 皮肤 为什么说是皮肤呢 绑大腰圆的身材 浅薄狭窄的心胸 刚才说什么 摔跤最重要 准狠 错 最重要的不是那身材 也不是那快准狠 是要有冷静的大脑 和宽阔的心胸 表面上三十万 一个耳光打在了丈母娘脸上 其实这个耳光是打在了自己女人的脸上 这么多年来的付出 荣辱与共同甘共苦就值三十万 这三十万 这三十万还不光打在了她的脸上 更打在了你自己的脸上 丈母娘正在窃喜呢 我说这种人不能嫁了 没钱就装怂 有钱就嘚瑟 这还了得 有一句给你 心造气粗折 一事无常 心平气和 才能摆服自己 当自己喜欢的女人抱在自己怀里的时候 我管她周围是什么样的眼光 这样的一个人你才是男人 我临心 实意爱自己的女人 受再多屈辱都值得 因为幸福已经在我手中 我们要感谢所有 势力的丈母娘 是她们让千千万万的女婿 茁壮地成长 你还不感谢别人 就这样 谈谈钱的事 真心给人家的 要不要 不要还给她 爱情就是爱情 谈什么钱 我不懂 我不想跟你分手 真的 咱们俩三年 咱俩一起吃过苦 我都不在乎 即使以后 咱们俩还过以前的日子 我也愿意跟你在一起 这个我说句话姑娘 你应该学学你妈妈 对付这种人 最好的就是激将 只要一激她 一涌上头脑 比如说你再找一个 她马上掉头回来追 回去吧 不要就不要了 你要不要的话 就以她的名字捐了吧 不要捐 就拿着三十万 跟另外一个男人 过幸福的日子 这一瓶喜欢的男人 这更狠 小两口兜兜风啊 就从她面前 晃了晃去晃了晃去 人这么大 心眼这么小 但是我们年轻时候 不都这样吗 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因为我真的放不下 其实怎么说呢 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只能说是 说话你 也就 没什么 那是你错过的大雨 那是你错过的难行